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想给同学们讲一讲读书的问题 其实同学们从小到大呢 应该经常听说要读书 那我现在想问问各位 为什么要读书呢 很多人说 万般皆下品啊 唯有读书高啊 因为读书能获得知识啊 读书能找到工作呀 我也不能说这是错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人所说的 书中只有黄金屋 书中只有言如语 书中只有千宗书 这是谁说的 这是一个皇帝说的 宋真宗 皇帝说的 但是各位会发现 如果你读书的目的 只是这样一种公立性的目的的话 那你 接受的 就一定是一种成功主义的价值观 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社会 弥漫的都是成功主义的价值观 你要成功你要出名 你要吃得苦中苦 吃得苦中苦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人上人 那成功主义将成功作为评估 一切价值的价值观 一切价值的依据 但是各位要注意 如果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成功 其实很多书是没有必要读的 你学习法律就天天读法条就可以了嘛 还需要读莎士比亚吗 还需要读论法的精神吗 没有必要啊 你的目的就成功嘛 都读读成功学不就得了吗 的的确确各大畅销书 基本上都是成功学的鸡汤内读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读书一定有两种目的 当然我不否定有功利性的目的 很多同学要准备高考 要准备其他考试 那有功利性的读书 但是更重要的一种读书 是非功利性的读书 因为只有这种非功利性的读书 你才能够抵制成功主义的读书 你才能够坦然的接受自己的命定 坦然的接受自己的失败 很多时候啊 一个人真正的成功 不是在他辉煌的时候 有多么的风光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学 让你登上一个辉煌的舞台 你都会有辉煌的成就 但关键在于 在你挫折的时候 在你低迷的时候 你是不是依然有勇气 继续的前行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依然要进行非功利性的阅读 因为只有非功利性的阅读 才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真正的人生勇气 去面对人生的大风大乱 我当然不希望在座的同学 这一生会遭遇挫折 会遭遇苦难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这一生 一定会遭遇挫折 一定会遭遇苦难 人为富人所生 多有忧化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飞去如影 不能存留 每个人这一生 一定会遭遇苦难 那在苦难的时候 你是否依然 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如果你接受的 仅仅是成功主义的熏陶 你一定不会有这种力量 所以我们需要这种 非功利性的阅读 成功主义的阅读 功利主义的阅读 一定会让人至高至大 孤标傲视 知识让人骄傲 为什么说文人相亲 因为知识总是让人瞧不起人 但是非功利性的阅读 才能够真正的让你 去意识到我们的渺小 才能培育我们的谦卑 其实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阅读 具有一种悖论性 我们因为无知而去阅读 而我们越阅读 我们越承认自己是无知的 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 承认自己的无知 乃是开启智慧的大门 这个世界不缺聪明的人 这个世界缺的是有智慧的人 就像吴问西东所说的 我们不需要完美的人 我们需要的是否能够 从心底发出的勇敢正直 真心和勇气 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人都很聪明 但是聪明人不一定有智慧 一个智慧的人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 承认自己的无知 乃是开启智慧的大门 你越阅读 你越站在人类知识的巅峰 你望进天涯路 你才会发现我是如此的渺小 我只是看到了知识的惊鸿一片 还有那么多的东西我不知道 这样才可以遏制你内心的知识优越感 才能让你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去尊重他 避免狂妄自大 只有非功利性的阅读 才能不断的丰富你的内心 让你抵制外界的浮华 外界的虚荣 我非常喜欢魔鬼代言人那部影片 因为那部影片让我真正的知道 我们这一生要对抗的就是虚荣和虚空 虚荣和虚空 它是不断周而循环的 一个虚无的人会寻找虚空 一个虚空的人会不断的虚无 所以魔鬼代言人最后的结尾是虚荣 魔鬼最喜欢的人的怨罪 如果你不做这些非功利性的阅读 你永远无法培养你内心的这种夫妇 那第二 我们要读什么书呢 刚才我们说过 我们除了要有功利性的阅读 我们更多的还有非功利性的阅读 我们要培育自己的智慧 我们文科生说文史则是不分家的 我们要读文学作品 我们要读历史作品 我们要读哲学作品 我们要不断的阅读 穷尽 我们知识的想象力 让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有如此多伟大的灵魂 我们要与他们去对话 同时我们也会发现 这么多伟大的灵魂 他们的一生并不是平平顺顺的 他们会遭遇挫折 他们会遭遇苦难 如果他们会遭遇苦难 那为什么 你就不能够与你的苦难和解 你就为什么不能把苦难 当作你人生的剧本 当作你必须演好的一个剧本 我们要阅读哲学 因为哲学可以培养我们的世界光 什么叫哲学 哲学叫爱智慧 所有的哲学说白了 都是在为人的死亡做预备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终将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要为我们的死亡做预备 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 有没有一种信念 让我们为之生而为之死 你要去阅读这些作品 那最后怎么阅读呢 有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读着读着我就忘了 记住读书不是为了炫耀 读书只是为了培养你的智慧 有哪个同学记得昨天你吃了什么 记得三天前 你的菜单是什么 你记不住了 但这些东西都成为了你的养分 读书也是这样 我们很多时候好读书不求圣解 我们并不需要记住那些精彩的段落 我们只需要去读 慢慢的就成为了我们的养分 我们需要需要与人类伟大的灵魂去对话 当然我这里面推荐一本书 叫《如何阅读一本书》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去阅读 你先可以读一读这本书 《如何去阅读一本书》 而这本书后面也开列了大量的书单 让你和人类伟大的灵魂去对话 我们的阅读永远不要只读自己喜欢读的 我们要读挑战我们的书籍 如果一本书不能够挑战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读它 如果一本书不能够挑战我们 我们如何去走出自己的狭隘 自己的偏见 所以卡夫卡说 一本书就像一把利服 要劈开我们冰封的内心 您准备好了吗 跟人类伟大的灵魂对话 用他的利服去劈开你那冰冷 傲骂 自恋与自恋的内心 谢谢各位